有一點用Line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它的外套長度非常剛好 我們設計這個是 不會就是不會 可能搭了一件衣服在裡面 也不會說就是超短那種 不會這樣開開的 後面還蠻順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搭長裙比較好看 因為它的長度很長 所以搭的長裙也很好看 然後它是有帽子的喔 但帽子是可以拆的嗎 拆的 那個帽子是有厚度的 有嗎 就是它是雙層的那種 雷絲長陽也是其中一款 也是其中一款 對 好帽子可拆 拆掉它還有這個領口喔 所以它可以兩穿 然後胸前這個是造型的 給大家看一下兩邊都有 給大家看一下兩邊都有 然後這邊有口袋 它是車在這裡看不出來的地方 然後袖子也都有做這個 有沒有扣子 那其實到夏天的話 牛仔外套也是必備的 牛仔外套就好多錢 買不完的 沒有分尺寸沒有分尺寸 沒有分尺寸 沒有分尺寸 對 分嘛 S到L都可以 而且我覺得它真的還蠻好看的 有些那種有做帽子的 它沒有領主 對不對 不能拆掉沒有領口 它是拆掉也超好看的 就是輪接想要走比較休閒 可愛型的話 你就搭個這樣帽子 如果你想要走比較素素的 或者想穿個長裙 比較lady的話 你就把帽子拆掉有沒有看 然後這個色系呢 是很百搭的色系 這邊有個造型這樣 有點這樣 設計感 很好看這件 找五百八十塊 五百八 沒錯五百八 可以啦 搭個寬梯也很好看 然後搭合身的 或搭個小背型都非常適合喔 對 不用等到現貨要的趕快 可以 拆起來就好了 可以 拆起來就好了 拆帽子是嗎 好的 難得 難得有人發言 我們就拆一下吧 可以 是好 你手有點冰欸 Don't touch me 好 可以 好 我超愛這種外套 很百搭 而且我們太好搭配 我們每次就是 怎麼穿牛仔外套 有什麼被問 賣光光 可以折起來 而且我覺得他的牛仔 就是到夏天穿有沒有 你又可以防曬 但他又不會重 就是又不會過厚 很剛好 而且牛仔也要有 基本的磅速 我覺得就是 才會有那個體感 才會有那個體度啊 對 是那種一般 有些便宜的 是很薄的那種 看起來就是有點粗粗 那種面料 他真的就是面料質感很好的那種 你看那種整體的感覺 有沒有 很好看 然後是落肩的 那拆掉帽子的話 我覺得還不錯欸 超好看 超好看 可是有領子 領子會比較好看 就很百搭啦 牛仔外套 大家如果有買外套 這個就是百搭款 洋裝寬褲 長褲啊 頭褲 牛仔褲 都超有型的 裡面就穿一個吊搭 你可能